昨天又见,今天又见,我们天天相见 大家好,欢迎回到天天相见厨房 平时黄瓜买回家不是炒着吃,就是凉拌 您吃过饭店卖38一盘的黄瓜吗? 今天就把酒店价值2万元的独特做法 分享给大家 一次做三斤都不够吃,比吃鱼肉还要过瘾 接下来就一起跟着我的视频 来看看是怎样制作的吧 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瓜、小苏打、普通面粉、姜、小米椒、蒜 买回来的黄瓜先放入大盆中 加入一克的小苏打 再加入一小勺普通面粉 加入多一点的清水给它没过黄瓜 然后用手给它搓洗 黄瓜的表面 加入小苏打可以很好地去除农药残留 而面粉呢有很好的吸附性 可以吸附掉黄瓜表皮的一些灰尘和杂质 这样清洗后的黄瓜 我们吃起来更加的安全放心 全部清洗好以后 给它拿出来 再用清水反复地多清洗两遍 直到像这样洗至水清澈就可以 空干水分后放入案板上 给它切去头和尾 再把黄瓜给它改刀 切成五厘米左右的长段 切好之后再将黄瓜条一分为二 然后再切成细条 咱们这个条千万不要切得太粗 不然不容易入味 全部把它切成像这样的细条就可以 切好给它放入大碗中 接着往里面撒入一把食盐 然后用洗净的小手给它翻拌均匀 杀出黄瓜的水分 搅拌均匀以后 给它放一旁腌制两个小时 接下来我们准备块生姜 先给它切薄片 再将它切成细丝 切好放入盘中备用 再来准备五个小米胶 给它去递 再切成细圈 切好和姜丝放一起 蒜子我们 多准备一点 用刀给它拍几遍 再用刀给它撵成蒜末 切好和姜丝放一起 这是我们的黄瓜 也淹得差不多了 来看一下 杀出了很多的水分 而且这样的黄瓜 给它对折都不一段 证明这个黄瓜 已经腌软了 把黄瓜里面的水分 给它倒出来 再加入多点的清水 把黄瓜表面的盐分 给它清洗掉 洗干净以后 给它捞出来控水 再来准备一块干净的杀精 把控干水分的黄瓜 给它放入里面 然后再给它挤干水分 挤干水分后 给它放入大碗中 接下来将锅烧热 下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以后 下入几个花椒 开小火 给它煸炒出香味 煸香以后 再下入姜蒜 小米椒 继续给它煸炒一下 把姜蒜 小米椒的香味 给它释放出来 朋友们家人们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您动动 您发财的小手 帮忙点一个 免费的小红星吧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 现在这个视频 就辛苦你 帮我点赞转发一下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像这样炒香以后 我们再往里面 加入小半碗的清水 开大火给它煮开 煮开以后 往里面加入一勺生抽 半勺山西陈醋 来点老抽上色 再加入小半勺食盐 一小勺白糖 煮开以后 大火给它熬煮两分钟 使所有的食材香味 都融合在一起 煮两分钟以后 我们将火关掉 给它放一旁稍微放凉 再把放凉的料汁 给倒入黄瓜里面 再用筷子给它翻拌均匀 稍微多给它翻拌一会 如果我们不着急吃的话 也可以放一旁腌制个 一两小时 这样更加的入味 装入盘中 端上餐桌就可以美美地享用了 这样做的烟黄瓜 吃起来清脆爽口 开胃又解腻 而且用它下饭下酒 味道都非常的不错 喜欢的朋友 一定按照我这个方法试一下 好了今天的视频 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晒太阳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帮忙给我点个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别忘了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有学会做这个家常菜了吗 下个视频中 我将会带来更多的家常菜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